開始了 大家好 我是海豚狗 有些人都知道我很喜歡收集 我有一點點收集屁 今年我想到了一個新點 我要來收集台中市的河川 首先 今天我要從已經走過兩次的綠川開始 然後這邊有一個愛考愛對摟的貓狗巾 那我們今天又是剛才已經有探索過綠川的終點 它又會到漢溪 但是那邊比較不適合散步 所以如果有朋友想要學我這樣走一下綠川的話 我會建議從新大這一段開始走 那還可以把機車停在這個便勝停車場很方便 那新大這邊 綠川 以前是在台中市很知名的 很臭的川 但是後來是政府已經把它都整修過了 然後分層三次齊的工程整修 現在已經全部都完成了 可以一路走到干層那邊 然後走完的話 三層其實也蠻近的三點多公里而已 到底要多久 現在這個是mysports 我現在就把運動紀錄設下去 然後我們就要出發了 GO 走到這邊 從新大走到這邊 這個落差 斜對面 這時候綠川呢 從這個十字路口的底下穿過去 穿過以前叫做長春公園的 現在叫做南區運動中心 哇 這種天氣秋老虎還是很猛烈 我們戴著帽子 但是還是最知名的還是這個口罩 口罩一帶都不能呼吸了 看到人家在游泳 好棒 反正我不能偷拍啊 不要偷拍 我們趕快把鏡頭轉開 我們趕快把鏡頭轉開 閃一下閃一下 閃一下喔 不好意思啦 閃一下好了 再見 我會流到哪裡呢 所以這也是後來促成我喜歡 沿著這個溪流走 溯溪的這種想法的原因之一 然後這一段 中間有漂亮的景觀人群橋 可以休息 可以在那邊喝咖啡 那剛才前面又前方 那個人群景觀橋 它的對面這邊 左邊的那個名站 本來開了一間 蠻有質感的 那種獨立書店 叫一本書屋 結果它現在好像已經 遷移到華蓮了 沒吧 旅船開始轉彎了 然後前面這個是什麼呢 高架的鐵路 鐵路的下面就是可以 適合散步的綠空廊道 那從這一段開始 就慢慢要 進到最市區的部分 我想這一段應該是 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只是都是開車或騎機車的話 很少會有 來這段綠川的機會 所以還蠻建議來這邊走走的 這邊 前面是 台中火車站 現在這邊來到建國綠橋 這裡有一小段的綠川 藏在這個小角落 一般很容易忽略的地方 這裡也不要錯過啊 好 現在終於走到這邊了 大家一定知道這裡是哪裡吧 大名鼎鼎鼎的公園眼科 然後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是如果一提到綠川的話 都是想到這個地方 那公園眼科的斜對面這邊 這邊有一個季光香香雞 旗艦店 季光香香雞 也是我的最愛之音 因為它跟我一樣 老 今天招呼應該要再來吃季光香香雞 下肚子也餓了 不過行車還剩一點點 我們綠川再往前走一下 就到盡頭了 我回頭再來吃季光香香雞 挑食咧 我們終於走到 樹溪鑄造這個綠川 鏡頭了 鏡頭是什麼 一個小瀑布 當然不可能這樣子就沒有了 但是 這一段過後 就藏在地底下了 應該跟前面的台塘那個湖 有關聯是不是 我也不清楚 但我查了那個 台中式的河川地圖 也看不到 這邊再上去綠川 還能到哪裡去 所以我們今天的行程終點 折返 應該說折返點 就在這邊了 那 這邊是真的很漂亮 吃飽吃飽了 茶燭飯堡 剛在季光香香雞吃完滷味 結果現在又要來買滷味了 這個 激光香香雞 隔壁的隔壁 是一家義美食品 那我個人是最推他們的水晶餃 你來一定要試試看他們的水晶餃 去吃 Itu 好像6件版波友 醬料 這樣一走 又來到新大這邊了 中間省力好多喔 最后還有一個讚 就是我要去吃甜點 甜點店就在新大的美食街那邊 所以呢,我現在跨過這個天橋 就可以直接到新大的校園囉 然後現在這個地方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中興湖 這裡我們其實也充滿滿多的回憶 小時候爸爸媽媽還有舅舅阿姨啊 我們全家人都會一起來這邊 郊遊踏青 石雕也換了 就不是這個了 這個我倒是不記得了 到了到了 今天終於走完了 終於其實公里數也沒有很長 那但是走走遲遲喝喝觀光 就可以有一個愉快的一天 還是非常的推薦大家走這個路線 要讓我們今天到底走多久呢 那我這邊的mysports的紀錄是8.77公里 那休息時間扣掉的話是走了 全程時間走了兩小時五十一分鐘 我的是 一萬三千 貓口青的是一萬三千六百零四步四四 然後是 9.522公里 大家參考一下 還滿輕鬆的路線 好的 今天的綠川蘇西之旅成功 1 4 1 2 3 2 1 2 2